8月22日 本老随手刷微博 都被张继科那双有毒的小蓝鞋疯狂刷屏 据了解 哥哥可是有将近20双痛快小蓝鞋 这么专一的男子 本老简直被深深的折服 而其实 在娱乐圈中 有不少明星都对自己的某一件思物 非常的中意 出镜率超级高 简直就是秘密小情人般的存在 所以今天 本老决定来盘点一发 娱乐圈中那些专一的美男子 易洋千玺和他的小红鞋 说到千玺宝宝 完全可以击破射手座都花心的结论 千玺和们的因缘色为红色 所以红色也是千玺宝宝身上 出现的最为频繁的颜色 而千玺宝宝的小红鞋 更是常常入境 尤其是在演出时 更像是必不可少的存在 之所以千玺宝宝会这么 钟爱这款小红鞋 相信所有的肥鹤们都懂得 这个乖巧不爱的小心思 王嘉尔和他的沙漠靴 除了千玺宝宝 钟爱他的小红鞋之外 王嘉尔对于他的沙漠靴 貌似也是非常专奇 常常都能在各种节目中 看到这双气质独特的靴子 然而本老内心只有一个疑问 就是嘉尔同学 你真的不热吗 而粉丝们更是跟本老内心 有一个同样的疑问 就是 那你到底有几双沙漠靴的说 如果只有一双 难道穿了这么久 地还没有被磨平吗 王源和他的小白帽 如果时常翻看 乌里奶源宝宝的相册 就会发现 有一只乍眼的小白帽 常常出没 无论是耍帅 还是卖萌 似乎都是 乃源宝宝的必备神器 而根据本老对于 色彩学的深入研究 喜欢白色的人 内心都单纯善良 果然很符合 乌里奶源宝宝呢 陆寒和他的老干部水活 相比较于楼上三位 都是对邪帽的喜爱 陆寒这只宝宝 所偏爱的东西 和他放在一起时 貌似画风完全不搭 长着一张 纯鲜肉脸的乌里路宝 冯出行 必备老干部水活 还是补销钢保温的那种 瞬间老干部气质 MAX 然而相信 有万千粉丝宝宝 都和本老一样 对这个水活的羡慕之情 犹如滔滔降水 毕竟 他能每天吻到 无力陆寒的小嘴 所以谁说我们的 鲜肉宝宝们 不够勤俭节约 楼上的几位 可都是非常专注于 自己的某一些物品的 其实 在娱乐圈这个大染缸里 要做到专一 实在是太难了 然而 从此也可以看出 楼上的宝宝们 将来都是 绝对适合结婚的对象 芒果拉新闻 所以以后 到底是要跟 陆寒结婚呢 还是要跟王嘉尔结婚呢 报答